朱女士的房子在顶楼26楼 房子外面有一条走廊 两侧有半人高的玻璃护栏 它没有顶红 然后就直接雨渗进来了 就相当于水直接就是会漫过这个地方 那里面的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上面加一个顶红吧 或者是怎么想办法 让我们这种下雨天不会有雨进来 记者看到走廊上是有顶的 但是面积跟走廊一样宽 此外走廊上也有地漏 朱女士的意思是能否在顶上 再加装一个向外延伸的顶棚来挡雨 有家里地板反减 然后会有一层会长期就是感觉挺脏的 那这个反减是什么颜导的 它开放上的意思是说可能下面比较潮湿 然后反减上来的 是大理石地板是吧 对对大理石 朱女士家的大理石上有不少灰色的斑点 用抹布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她说这就是反减现象 小区的开发商是杭州北陈清华制业 物业是绿城物业 反减的话我们在报修 因为它现在的话工人是在上海 它过不来啊 什么原因反减 我们问过大理石反减 因为它是反减首先就是正常现象 然后其次呢它反减之后呢 就是因为潮湿它会地板那个大理石反减 至于连郎挡羽的问题 物业的刘经理介绍 他们也曾经暂时性的帮朱女士设置过临时挡板 风雨连郎的问题呢 他们当时提出了 之前因为她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呢 因为风雨连郎就会有这个羽绍进来嘛 那我们物业当时也做了一块板子给他们 但是然后她生完了 然后也这个孩子也抱在手里面了 抱在手里面了 然后呢邻居呢 就说是你看孩子也生完了 这个东西确实挡他家的一个采光 那我们物业就给他拆掉了 朱女士提出 能否让自己在连郎上加装雨棚来挡雨 装顶棚首先是围张建筑 然后你就哪怕是钢结构的这个雨棚 它后面掉下来后 我说是你比如说城管过来查 这确实是属于违反条例和违反 城市管理条例的行为 也担心存在隐患啊 对啊 北神医地产也出过方案 它是在靠近门的那边做一个一米 就是一米宽的一个这个玻璃 相当于给它挡住 挡住 然后呢开发商呢 就是说也是从26楼做到2楼 就是也不止他一户 所有户都做 二张楼的全体业主 那大家去通过一下这个方案 你就好了 但是呢结果呢 是二张楼很多人都不同意 那你说我 我如果说啊 比如说我可以帮他去装这个东西 那你说我 我虽然是在保护他的利益 我也是去帮他解决问题 但是我不能去侵害02的利益吧 嗯 那你说02 02担心的是采光是吧 对啊 02会全不同意 那你们装的是透明玻璃啊 是透明玻璃 那怎么会 而且开发商 而且开发商就是 就是为了就是说 大家整齐划一嘛 开发商也愿意出资 从26楼见到2楼 物业的刘经理介绍 朱女士家是03户型 02户型的业主担心 开发商加装玻璃会影响采光 此前二状的全体业主 已经投过一次票了 反对的人多一点 因为03户型肯定都同意的 那02户型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的 那你说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也纠结了很久 而且因为它本身的就是一个开发商 设计的一个问题 那你说 而且开发商也出了方案 说说我可以出这个资 我去补救这个问题 记者想听听开发商的说法 刘经理帮忙联系上了 开发商的一位相关负责人 因为我是只负责工程维修这一块的 因为我不能对这种媒体记者 就我们公司是不允许的 开发商的政经理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之后物业的刘经理反馈 开发商的说法是 连郎的设计符合规范 没有问题 他们也愿意出资 解决包括朱女士在内的03户型 遇到的问题 但因为业主们的意见不一致 暂时没办法操作 要不要把黄金眼去住报道